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听完了子产的劝说之后呢 子皮会是什么反应 当然我们在这里给一个场外信息 子皮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会食人会用人的人 甚至大家知道历史上著名的一个人叫燕英 燕子石楚的燕英 燕英都专门讲过说子皮这个人非常懂得食人用人 也就是说子产讲完了之后 子皮立刻反映到子产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所以子皮呢立刻就讲善哉 说太好了 说得太对了 虎不敏 这个虎就是对自己的称虎 因为他的名字叫韩虎 他说虎不敏 说我呢没想明白 我不够聪明 接着他就开始赞叹这个子产 他说无闻君子物之大者原者 小人物之小者尽者 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这观点是什么呢 有见识的人永远是干大事 在大的方面看得清楚 在长远的问题上想得明白 没见识的人呢 永远是在小的事上纠结 在眼前的短期的利益上纠结个不停 这就是有见识和没见识的区别 所以我们经常讲 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不要紧紧盯着眼前的一天两天 或者一亩三分地 我们可能更多的要看长远的发展 这个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讲到过 比如说咱们讲到郑庄公的时候 对吧 我们也说过 一个父母如何去正确地爱自己的孩子 不是说你看着自己的孩子 今天是不是胖了两斤就是好 明天瘦了两斤就是不好 或者说这次考试考的分高了一点就是好 下次考试考的不好就是不好 其实不是的 我们要去看长远的东西 还有就是一定要抓大方向 要去把握大方向 不要去纠结那些小的细节 这也是在这个文章当中紫皮提到一点 他说真正的君子 是去聚焦解决那些大问题 长远的问题 而小人才会去解决小问题和眼前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讲 他说我小人也 我可能就是一个见识短浅的人 那个时候的小人 还不是咱们今天讲道德败坏的 那个时候主要指的是见识短浅 君子指的是见识长远的人 有见地的人 他说看来我只是一个见识很短浅的人 你像衣服负在无身 无知而甚至 我穿衣服的时候离我这么近 这个事这么小 对吧 我都知道说不能随便的剪着玩 做衣服不能随便的坐着玩 如果这个料子很好的话 这种事我是知道的 但是碰到大的官职 大的城池 养身的地方 庇护我的地方 我反而远而慢着 我反而把它懈怠了 你看我就是所说的 只知道物小的物近的 却忽略了物大的物远的 所以他讲我小人也 后面说 唯子之眼 无不知也 如果不是因为有你的这段话 我真的没有反映到这一点 然后他说 他日我曰 子为郑国 我为吴家 以必焉 其可以 他日就是当年当初 曾经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你呢 来治理郑国 我呢 来治理好我的家 就那个时候大夫的封地叫家 你来治理好郑国 我来治理好我的家 郑国有你的治理 我觉得我自己治理 我自己的家就没有问题了 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才知道 我恐怕连自己的家也治理不好 好像我治理家的时候 也没有那个水平 所以他接下来得了一个结论 叫做 至今请虽吴家听子而行 今天以后 我有一个请求 哪怕是我自己家的事 有一些大事 我也希望你能来给我出主意 我也听你的 而这个当然是紫皮非常的谦虚 而且非常的懂得知人善认 就他觉得这个资产真的是太厉害了 以后大事小事我都问你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回答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 在公司里面你出了一主意 领导说 哇你太棒了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说这个我想了想 我发现我跟你相比我笨得很 我原来还觉得大事由你想就行了 有一些问题我自己能可以 今天这个事结束之后 我突然发现不行 大事小事都得听你的 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不能一拍大嘴说对啊 你以后就听我的就好了 这好像不太行 但是你也不能说不行不行 我不行 你以后千万别听我的 这好像也有点假 所以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资产是怎么说的 资产曰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无其敢为子面如无面乎 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句话其实就是委婉地讲 我不一定能管好你们家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心里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他说每个人心里的想法都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脸长得不一样 对吧 我其实并不知道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就好像我不敢说 你的脸长得跟我的脸一个样子 那如果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想法 你觉得我能帮你处理好你家里的事吗 这是不一定的 那你处理不好 为什么你又要出主意呢 后面那句话是一个解释 以心所谓威意以告业 我只是在我自己的角度上 觉得这个事可能有些危险 有些问题的时候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这就是子产的答案 换句话讲就是当紫皮跟他讲说 我觉得你特别厉害 以后我们家的我也都告诉你 都用你来决断 子产的态度是什么 子产说 不 你们家有些事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而且你的想法我也不懂 所以我未见得能处理好 我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给你出主意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点危险 我告诉你 至于最后听不听 看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子产这个回答是特别的 有理有结 而且不卑不亢的一个说法 那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呢 子皮以为中 子皮就知道子产是一个高手 而且这个人不但本事大 品格也非常好 他用了一个词叫中 故伪正焉 所以就把整个政国的政治 交给子产去处理 那在这里面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子产讲完这个话之后 子皮会觉得他中 中的意思就是不偏不倚 没有私心 就是我为什么要劝你 不是为了我子产好 而是为了我们国家好 就是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讲 觉得你这么做 对国家有问题的时候 哪怕我不明白你的想法 我也会跳出来跟你讲 我的想法 这就叫做 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想问题 所以他讲完这个话之后 子皮觉得 这个子产很不错 非常棒 所以我们国家的事 我觉得可以交给他去治理 那后面子产是以能为正国 因此子产后来就成为了 正国的治理者 那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 子产作为一个大夫 是如何取得当时 正国重臣子皮的信任的 就是有一次子皮想要 提拔一个小青年 然后让他来治理自己的封地 子产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三条理由 说的特别的在理 而且很照顾子皮的面子 子皮就跟他讲说 哇你这么厉害 你太厉害了 以后要不我的事你也来管 然后这个子产说 不不不 不行 说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也不明白你会怎么想 对吧 那我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站在我的角度上 去看这件事情的好还坏 如果说好的我不管 如果说坏的 我把这个坏处告诉你 然后子皮就对这个人 非常的欣赏 所以从此以后呢 子皮就把整个正国的重要事物 全部交给资产来管理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篇文章 叫子产论引合为义 但是这篇文章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小标题 这个小标题叫做 有些机会不能给 所以我们有时候往往觉得 我对一个人好 就是我给你机会 但是其实这篇文章 给了你一个更深度的思考 是不是所有的机会 都是可以给的 并不是 有些时候 你给了一个不恰当的机会 反而可能是害了它 所以有些机会不能给 有些机会放心给 什么机会不能给呢 就是我们今天资产提到的这些 当这个人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当这件事情 修期相关的时候 你承受不了它失败的时候 这些时候 你是绝对不能随便试试看的 我想这个也是 古人提供给我们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智慧 好 关于今天这篇文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读书 点亮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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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